你们谁敢想在西安那么小的一个砂锅里 真是装了十几种 黏黏糊糊的土豆粉 就每一根上面都挂着粥 朋友们这次来西安就三个任务 吃 吃 还是吃 这次就带你们去吃一个我收藏了很久的砂锅店 本地人都爱不试试我那种 一起去尝一尝吧 你好 怎么点单 咱们必须要个特辣 加丸子 牛肉丸 酥肉 火腿 麻花 这每一锅都有那么多配料吗 对 看见 哇 玩一个 花生碎 大瓜呢 我以为说小碗尝尝 哇 这个砂锅到现在还配腾的 我没点了两锅 就实在装不开了 单独又拿着这种小碗装的 我这都不敢去捞了 加的实在是太足了 它辣的还挺香 竟然是在有那个花生碎的 这样还挺香 哇 黏黏糊糊的土豆粉 就每一根上面都挂着粥 来吧朋友们 眩屏冰封 咱们开干 第一次见这两种口味的 我里妈真的黏糊 比起来它这个辣的还挺香的 一入嘴之后更多的是个麻 它这个粉圆超比劲道 它这个粉圆超比劲道 炒嘴之后 非常馋 它感觉只有锅配料都加10多种 这碗的也好吃 稀满汤汁的小麻花 外皮很黏糊 中间还粗粗的 豆泡酥肉 再来一口 呜呜呜 还带着素菜 再多搅拌一下 还有带着青花酱 冰水还不是很萌 刚刚好 这吃起来太过瘾了 我这个时候再加一点酥肉 哇 丸子 这小时候我还挺好吃的 有一手衣服 你已经超过12分了 哈哈哈 接的快不快吧 并且可弹了 你们看到吗 刚刚跳到桌子上之后 又弹到我手上来了 有两个人的朝餐 手打牛肉玩的一颗了 嗯 过瘾 这么一小锅 里边酸辣麻酱 各种口味融合在一起 可复合了 而且一点不违和 你们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来试一试